美国中情局公开招募中朝仪三国人充当间谍 这期来还没说出这个话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0月28号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 严厉的批评美国中情局公开发布招募之栏 公然诱骗中国人投靠中情局 美国中央情报局并不是仅仅公开招募中国人 它实际上发布了三个版本的招募视频 分别是汉语普通话、朝鲜语和波斯语 而且在X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上的长期置顶 视频的长度为2分10秒 标题就叫做安全联系美国中央情报局 视频中详细的介绍了中央情报局的各种联系方式 还特意指导意图屠靠的人 如何避开本国安全机关的监控 看到世界上最强大的特务机关 用这种方式来招募卖国求荣分子 让人感到是打开眼界 隐蔽站下有自己的工作方式 无论策法还是胁迫 一般都是在幕后进行的 中国安全机关多次揭露境外情报机构的策反方式 比如说刺激打赛、网络策反、境外执法陷阱等等 这都是中群局的手腕 理论上说 情报机关是不会轻易相信主动投靠的人 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对手派来的卧底 也可能是走投无路的亡命之徒 美国中央情报局确实遇到过一些主动出卖情报的人 经过甄别之后 吸烙到他的情报网当中去了 比较有名的就是苏联时代的平科夫斯基建谍案 前苏联军官主动向美国提供了5000多份核导弹的解密情报 事情暴露之后 在1962年被处以死刑 在他投靠之初 中群局是怕他拒之门外的 是不相信他的 死后是通过接触或甄别 在接受了平科夫斯基的情报 现在中群局居然公开发布招募广告 这完全违背了情报机构的基本的工作原则 那中群局为何这么干呢 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中群局如今在中朝一三国确实没有多少情报网了 朝鲜的社会相对的比较封闭 中群局很难打进去 伊朗的政治保卫力量很薄弱 也被人渗透的差不多 但是这几年多次发生血的教训 伊朗政权是积极的缩反 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 理论上来说 中群局发展特务的机会是很不少的 过去几十年来 也出现了不少的中国人被拉拢下水的案例 但是近些年来 我们中国的国家安全机关 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破坏了一大批间谍案 过去政府机关各行各业都积极开展国家安全教育 推动反监防特制度的建设 人民群众还积极举报 让中群局维持间谍网招募间谍的难度越来越大 无计可施之下 只好公开招募了 第二种可能 是中群局并不指望公开招募能发挥作用 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 是不会去访问X社交媒体的 中群局用这样的方式 公开挑衅中国国家安全机关 最近一段时间 国家安全部多次公开发文 揭露和批判境外情报机构 提醒中国公民共同维护国家安全 中群局为了表示自己不肯认输 不会放弃 所以才搞了这么一出公开招募 可见他的气焰是很嚣张的 我们对中群局的行为表示鄙视 这个机构正在轴见违背隐蔽战线的一些基本原则 不再把自己藏在阴影藏在幕后 而是公开办公开的开展间谛活动 中群局如今更加热衷于颠覆行动 而不是情报的搜集 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多数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 有不少都是中群局的手笔 这不仅让中群局变成了一个更容易防范 更容易打击的对象 也让他逐渐失去了美国政府耳末的这种功能和作用 不仅如此 中群局的局长伯恩斯 还多次的高调出进 大谈自己对世界局势的认识 以及对中国对朝鲜对伊朗那些策略 那这些年来 美国决策层对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判断理次出错误 是不是和中群局荒废主业 热衷于出头露脸 有关系呢 当然了 对于世界上多数国家来说 一个不务正业的 违反原则的中群局并不是坏事 而是美国的实力衰退 内部时空的表现 世界摆脱美国霸权主义胁迫的日子 应该说是越来越有指望了 好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 歇ין 实在是越来越取 Copyright 实在 sameenan